这是70多万粉丝食堂大熟不讲理 教给我的清炖牛肋条做法 好吃不腻 软烂不腥 原汁原味 真的巨香 做法简单 味道可一点都不一般 我买的是 原切牛肋条 洗干净血水 再把它放在清水里面 浸泡两到三个小时 像这种冷冻的牛肋条 一定要把它的血水浸出来 泡得像这样白白嫩嫩的 就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稍微大一点的块 这样吃起来的更爽 香料就是这些 另外 这个花椒链子拍一下 牛肋条虽然泡过血水 但是 在水下锅放姜片 葱段 还有料酒 水开之后 把它浮沫打掉 然后淡水沸的时候 把牛肋条捞出来 这样就很干净了 不用再洗了 然后重新起锅 把牛肉倒下去 这个香料尽量少一点啊 再放半块洋葱进去 开水加到牛肉齐瓶 小火让它们一个半小时 提前把这个牛肉蘸料准备好 牛肉煮好了 就加一大勺的盐 浇一勺牛肉的圆汤 在蘸料里面 搅匀就可以开吃了 你们一定要去试试 这个牛肉最原始的做法 真的取好吃 真的取好吃